穿过孤山村的入口 就来到孤山仓库产业文化园区 台湾以仓库的空间 作为休闲园区的例子不少 像是许多港口的通商货物仓库 那孤山仓库原本是放什么的呢? 原本种植大批稻米的田地 随着经济收入逐渐不复成本 转型成为种植核的田地 种植凤梨与荔枝等高经济作物的农田 所以用来炒放稻米肥料的仓库 也就失去了作用 只留下了空荡荡的仓库 与稻作加工的工厂 经过空间再利用的规划下 现在的孤山仓库 除了设置香草教育园区 早期农业生活展览之外 在这里也能买到大树区 在地种植的农产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